今天看哥哥这竹笋,我都没见过这么大的。 别疯你没见过了,我估计爷爷都没见过这么大的,不愧是北京哦,这么大的竹笋。 看得我流口水了都,农男哥哪去了还不接电话。 今天这竹笋看着挺新鲜呀,弟弟妹妹六一儿童节快乐哦。 本来挺快乐的,看到你这个竹笋就不是很快乐了。 怎么个事,弟弟这竹笋怎么了? 农男哥,弟弟没见过这么大的竹笋,有点馋。 我在北京就是这个待遇,没办法,我北东一哥。 今天是你俩节日,哥哥没什么好送你们的,给你们顺丰一点大竹笋怎么样,刚好你们没吃过。 那就送点回来,弟弟尝一下。 农男哥哥,你有啥想要的礼物,我叫姐姐给你买。 弟弟哥哥不要礼物啊,哥哥不过儿童节了,哥哥是成年熊呢,为啥要叫姐姐给我买? 你自己不给我买。 我给姐姐当保镖家助理肩保姆,一个月工资十块钱,我没有钱给你买。 姐姐有钱,她是大明星。 哈哈,弟弟你这是身兼数值呀。 蒙兰哥,我一直看你吃大竹笋,都看饿了。 那好吧,弟弟妹妹,你们也去吃午饭吧。 好的,蒙兰哥,记得给我快递大竹笋哦。 拜拜,弟弟妹妹。 拜拜,蒙兰哥。